大家好,我是空菜 我现在在西北角 然后今天我们要去买个烧鸡 去买一个天津最有名的烧鸡 没有,我嘴叉没就放了 来个小点的 外面实在太热了啊 而且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拍 所以我们就买回家了啊 哇,好多汤汁啊 我们今天买的是小李烧鸡啊 然后我专门跑总店去买的 你看,它这个颜色是比较深的这种啊 来试一下啊 鸡爪在肚子里面 先来个鸡腿吧 这是刚出锅的啊 现在还是热的 看着就是比较烂谱的这种啊 整个鸡它是弄得非常的入味 然后感觉有点淡淡的那种 药材的香味 其实这样吃的话 会感觉稍微有一点点的咸 其实我之前吃过这家的分店 分店的话感觉吃点好像还更咸一点点 对,然后总店是在那 现场做的 你可以看到后面在那做 刚出锅了 这个对比分店来说已经是算 我觉得 已经是没有那么咸的 但是如果你直接这样单吃的话 不配个什么的话 感觉还是会稍微有一点口中 对 但是味道还是挺不错的 你看 它是这种非常容易拆散的那个肉啊 来个翅膀啊 很有滋味 然后我今天去买的时候 其实前面排了七八个人 今天这已经算是排队人少的时候了 因为天气太热了 而且是中午的十二点 所以人不多 因为以前我路过的时候 有时候要排队 十几二十个二三十个都很常见啦 胸前的肉啊 一丝一丝的你看 然后我买的这个是三十块钱一斤 基本上每次的重量都在两斤左右 我这只也是六十一块 然后还有那个真空包装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 现吃的话要买这个 不要买那个真空包装的 这个比较好吃 对 我准备了一个大饼啊 我们给它加着吃 放上烧鸡 然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个榨菜啊 榨菜可要少加点了 太贵了 吃不起啊 奢侈品 少加点啊 然后给它卷起来 来一口啊 第一口咸不吃到的榨菜 有一点点鸡肉在这儿 大饼煎加的奢侈品吃 真的太过瘾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烧鸡的咸蛋 加在大饼里面的话 整好 非常非常的配 这样加起来味道的话 就不会太咸了 对 而且吃起来的话 就是能吃到那个烧鸡的味道 很不错 不错 然后喜欢同在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公伞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收藏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大董家的最好吃啊